哈囉大家好我是天翻好久不見大家 各位來我們的iPhone呢 他終於給他更生了啦 好啦來我們這次呢 我以為已經沒有了的活動 結果呢沒錯這次又給他出了 有這個東西真的是太棒了 那我們就來實際抽抽看 我要幾抽才可以抽到那顆七星吧 然後他的活動時間是七天啦 那我們先抽到一顆就好了 我剛剛說七星對不對 不管我們抽到一顆七等就好了 來我們就直接給他上去吧 750塊來給他來給抽一個上去 然後等一下我會花490給他買下來的話 不然的話其實會有那麼一點點的貴就對了 第一波下去什麼都沒有 然後第二次再來是750啦 然後等於是打九折的意思 九折等於省75鑽對不對 來再給他抽一下 看有沒有就有了啦 有了啦有拿到了啦 還蠻快的嘛 嘿對過熱骰子二抽 等一下這樣七等是不是有點弱啊 等一下等一下這個我要買上去啊 那我們直接給他拉到九等就好了啊 這樣的話守護者 像我守護者這樣拉到八等就很尷尬 你知道嗎 有啦 來我們就直接給他買下去吧 我們的490 哇其實有這樣有點兇坦 好已經給他拉到了八等 啊對啦 這時候我不要升級就好了嘛對不對 那我們呢就再給他抽兩顆 等一下這樣我其實多花75塊 75鑽耶 哈哈不要這樣子學我好不好 如果要抽的話就先給他抽好抽滿 所以說我今天如果要給他升到九等的話 我現在還要再抽到兩顆才可以 走吧我們再給他拼看看 我們的鑽石都給他花在這裡 不然其實沒地方花啦對不對 來再兩顆就好了 我們要記得我們總共要抽到一開始的一顆 然後加上買了四顆 所以我們總共要抽到三顆 欸至少要抽到三顆 那就走唄 再多花75鑽 來浪費一點點看有沒有機會血寄一下 沒有 再來一包 我會被抽乾了還什麼都沒有啊 九等就好九等就好 我不用太高 真的不要就太多 來第二 沒有欸 有沒有那麼兇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來來來再來再來 再來有沒有機會 我已經第幾抽過已經不知道了 有 有 然後我們只要再一顆就好 我們只要再一顆 就一顆 拜託 這樣我就有九等的過熱骰子了 應該已經夠香了啦 你知道的 幹 欸我已經抽五千 我剛剛是一萬鑽嘛對不對 我們現在剩下五千一百多鑽 有沒有機會來個過熱 沒有 而且他沒有的話都是一堆垃圾 你知道嗎 我只想一個新骰 是這樣抽很浪費你知道嗎 有那麼一點點的奢侈 還是不給 不給就是不給 我只要抽到三次就好了 你知道嗎 而且連其他傳說骰子都不給耶 沒有耶 我真的恨死這個傳說箱了 你知道嗎 這到底什麼鑽石箱啊 你跟我講 來 再 不可能吧 拜託 其他都好好不好 來一個都好 隨便一個 有了有了有了 等一下我沒有其他材質 我完完全全是過熱 這次的等級是不是不太一樣 對啊有啊 20%的機率啊 所以 好啦算了 這等於是70%機率沒中嘛 然後有30%機率動傳說 然後20%機率中過熱 好啦有過熱就過熱 那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到9等過熱了啦 那我們就先放著先不動 我們直接用7等的 這個過熱骰子來直接玩一下 好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給他吃上月亮 好那第一件事情我們要做的呢 就是給他吃上月亮暴擊軍獵 然後再加上交換2 沒錯很明顯的全狀態 好那我們的地圖呢 我這邊就不給他用天候天堂 因為感覺很像是差不多 我們用白圖 啊不要用白圖好了 這樣感覺不是很準確 好啦我們就給他一樣用空虛好了 這樣的話傷害可能會有偶爾突然大爆發對不對 因為我們用訓練模式就好啦對不對 不用那麼痛苦不用那麼殘忍 我們直接這樣子開箱就好 不然訓練模式是哪裡幹嘛的 好走唄 我們這個畫面給他調整一下 不然的話很像有那麼一點點的怪怪的 OK好來我們就直接給他上了吧 我們直接把錢給他拉多一點點 反正我現在錢是可以直接拉的嘛對不對 而且一次一萬其實也蠻多的 而且呢我們可以開無敵模式 好啦我們可以來研究一下 首先呢我們把我們的過熱給他叫出來 幹過熱咧 欸幹過熱 有了有了出來了出來了 好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把其他骰子全部丟掉 OK這樣 好我們在全部丟掉的情況下 可以看到過熱骰子一發是打400沒有錯 那如果我今天給他升級一下呢 他會變成520是加30%的爆傷沒有錯 那現在這個情況下 我是不是不能再點他 有了他有一個CD時間 然後CD時間之後呢 他又下去又會變回等級1耶 然後又變回400 所以我這個時候可以點兩下 沒有 一下 我還可以再點一下嗎 再點一下 有了現在召喚一次是80塊 欸等一下他的升級價格還蠻便宜的耶 然後這樣變675 這感覺很像是直接往上增加你知道嗎 我到3下的話就到878了 是額外再加上去的 無限的跌上去的 現在140時間拉到 打一下1000多 等一下 這個骰子很像有一點點過分對不對 然後5下的話是1485 然後我這個暴擊應該也是無限增加上去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給他上去的話 可以到等級7了 召喚一次要1000元 1000元的這個情況下暴擊 欸沒有到暴擊 打一下是1930 然後我們再給他上去一下 2590 欸他的傷害其實慢了 所以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再加上30%的攻擊的話 應該會是 欸直接看就好了不用算了 欸沒有 剛好在空虛那邊不算 空虛 欸這邊其實有點危險耶 那個網的時間 打一下是3200多 然後打一下再加30% 等級死都還可以再上去嗎 升級是要6000塊耶 6000再給他上去是5500多 5500滴 再加30%的話 應該是來到 7000吧對不對 我們打一下7000啦 因為這邊暴擊是100 我們這邊不用暴擊啦 就是100倍 100倍100倍 那2倍啦 2倍100% 不行耶 我今天升滿就沒了 我必須要重新再升級 欸這樣其實有點尷尬耶 對啊 然後如果全部給他 一口氣升級上去 也是可以啦 對不對也是可以 但是這樣我要花超多超多錢 我只能強化這麼一瞬間 如果這個時候 還可以繼續花錢 去維持他的秒數就好了 你知道嗎 所以說按照這個情況下 我們現在是332015塊 我們給他全部拉到滿的話 總共是33萬 我們要花到 3320115塊 我們總共是花了2... 25000塊耶 必須要25000塊才能這麼強耶 等一下 7100多啦 來我們 欸這邊其實也不用招了啦 我們直接算就好嘛 7100多的傷害代表說 我們的軍列可以加2.5倍 是直接拉到了14000 再加3000多 17000多 17000多 如果再加上月亮的70%暴擊 好 17000多 乘以... 1.7 欸那其實這邊有點危險 啊不行 啊不行 不行 會被放 會被放 被放就尷尬了 好我們這邊的話 傷害應該是有點不算了啦 而且我在放的時候 我直接把它招滿的話 我們召喚出來的過熱骰子 也是過熱骰子 這樣整體而言我總覺得 好像沒有很好用啦 好啦我們最大傷害的白智可以到28900 但是這是等級7而已喔 如果我只要升一級的話 它的... 攻擊力是加1%耶 還是加0.5% 不管啦 但是這個是負利的 我可以負利10次耶 那其實是很噁心的耶 所以它今天升級起來應該是蠻過分的就對了 好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也把暴擊給它偷偷的上去好了 我們用暴擊就好了 不要給它用月亮 月亮上去的話可能就有點... 凌亂了 好 我們這邊附近還沒有暴擊位給它 有那麼一點點的可惜 我們的軍列呢也晚點再上給它好了 我們的暴擊位...有了 好我們這邊給它放到旁邊去 先不要去用它 我們來看它暴擊是不是有很噁心很香 因為我主要是看它的暴擊的那個機率而已啦 我沒有要看它白... 我沒有要看它的那個...整體的傷害 好啦像這個時候我們打一下是... 欸沒有耶 我必須要把這個吃掉的丟掉才可以 來我們再給它重新弄出一顆惡心的 看有沒有機會 好那我現在暴擊呢是來到了1600% 我們整個疊上去的話我們的暴擊打一下有到67000多 這就有一點噁心喔 我們暴擊...原本是打7168 對7168我們再看一次喔 我們打一下是來到了...沒有還沒 等一下它上面是不是還有一個數字 這邊先不看 7168...7168...7168... 欸沒有我們的暴擊沒有給它上去沒關係 我們再給它點燃一次 再看一下它暴力有到多少 還沒...九十幾萬...四...四百多萬嗎? 等一下... 這個暴擊也太噁心了吧 我覺得我應該配那個天國天黨才對你知道嗎 對但是我覺得這已經夠變態了你知道嗎 兩百五十幾萬...我沒有給它升到滿耶 四百多萬嗎? 四百六十幾萬才... 哇靠... 欸等一下等一下... 這有機會一口氣打到千萬耶 一發打到千萬 我覺得這個骰子的傷害真的是一個比一個噁心的 這樣的話太陽的疊傷基本上是被比過了啦 光守護者打下去幾百萬都會被比過了 何況這個骰子打下去一發有辦法打到千萬的情況 來我們這邊再給它往上疊一下 看有沒有機會給它拉上來 好現在打一下是1700多刀 我現在被鎖了所以我們這邊直接給它稍微加速一下 所以開箱的角度而言 這個骰子真的是蠻過分的就是了啦 說實在說實在 來我們就是簡單的一個開箱就好了 我們小兵還沒有給它打掉... 四百六十七萬沒有錯 才輕輕的一發而已 這個傷害也太噁心了吧 如果是四百六十七萬的話 我們算七一...七一多少 我們直接升到滿的話 傷害是七一六八...七一六八...四百萬... 我們算四百六十萬好了 四百六七萬... 來...各十百千... 四百六十七萬... 算百萬... 除以七一六八... 我們的爆傷是來到六百五十一倍耶 等一下... 六百五十一倍耶 也太誇張了吧 如果是四百六十七萬的話 我們算五百萬好了 我們五百萬乘以二點五的話 就是一千五百萬 一千五百萬再加上月亮的話 我們整體的傷害呢 會直接拉到兩千五百萬耶 有機會耶 好啦...我覺得這就當作之後的影片 我們再來感受一下吧 這個骰子也太誇張了吧 但是可以看到 它的星數是不影響攻擊的 我每一顆召喚出來的呢 應該都是七七六八沒有錯 來...我們這邊直接給它拉出來就好了 這邊看起來應該是最準確的啦 對...我們也不用拉啦 也不用複製啦 我們就直接給它... 直接讓它打架就好了 就知道它星數跟攻擊是沒有關係的 只跟它的攻速有關係啦 所以攻速越高就有越高的機率暴擊 大家也都知道 好...可以看到每一隻都打九百啦 那如果有到空袖的話會加倍 所以我們這邊給它全部點高的話 每一發都是一七六八 我沒有給它加到滿對不對 欸...我沒有錢耶 幹...我這樣點這個點到沒有錢耶 我在訓練模式上面把錢花光 我想說那傷害怎麼回事你知道嗎 來...我們今天再給它點一下 我們把軍列也給它丟掉 這會影響我們的傷害 我們直接點上去的話 暴擊就會拉到了四百六十萬啦 每一隻都是打七千一百六十八 沒有錯啦 很花錢耶...說實在 這個錢其實花了有那麼一點點的兇殘 有那麼一點點的貴 而且只有持續這麼一段的時間 如果我在最後面的第五等 六等...七等...八等...九等...十等... 十一...十二...欸...十二...十一等的情況下 我可以一直花一萬億然後去輔助這個骰子的話 我覺得應該還算可以 可是這每過十秒鐘我要全部重新 然後呢...這個時候如果熄滅了 我要直接再花三萬塊 才可以把這隻王給消滅掉 雖然說會很過分沒有錯 王的話基本上會直接蒸發 但是呢... 對...我強也強不過這十秒鐘而已 你知道嗎... OK好啦...那以上就是過熱骰子的開箱啦 我總覺得...好用是...強是強啦 那至於好不好用呢 我們就在PVE再去實戰一下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2...1... 掰掰 如果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已經開放了喔 如果想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 找我吧